嗨各位觀眾 歡迎來到 JX介紹聖誕禮物特輯 YA~~ 大家已經覺得在這個場景下 要做聖誕禮物的介紹 非常的奇怪 但主要是因為呢 我要先去一個地方 然後再介紹大家 今年 也不一定是今年啦 這次的聖誕禮物 非常的實用 而且 非常適合送給長輩 那我們就 先出發到目的地 我們已經到了 我們要到的目的地了 這個地方 是聖地 什麼聖地呢 對 就是Pokemon GO的聖地 這個點呢 每天晚上 也沒有到晚上喔 下午呢 下午這邊的補給點 就會開始瘋狂撒花 各位知道瘋狂撒花 會發生什麼事嗎 大家剛剛有看到吧 在這個聖地呢 聚集了 許許多多 想要提升等級 抓Pokemon的年長者們 你們家 也有這樣子的年長者嗎 那我今天 就要介紹你們 蛤 有東西喔 我今天呢 就是要介紹你們 聖誕節禮物 應該送給他們什麼才對 那就是 在哪裡 就是這個 觸控手套 又有東西了 好 剛剛講到哪裡 就是這個觸控手套 這個其實已經不是新產品了 只是我最近才知道而已 它呢 就是看起來像一般手套 可是它的那個 手指頭的部分呢 它是有改良過的 就是你可以拿來 刷智慧型手機 不過呢 我也不確定說 到底實際效能如何 那我們就實 所以 我要 所以 我現在要在這邊實測給大家看 觸控手套 到底拿來玩Pokemon GO 順不順利 這一次 獲取長輩的歡欣 就在聖誕節 先把它拆開 好 因為我通常都是用左手 在丟球 我到底用左手丟球還是用左手 左手 右手 最近是用右手 好 那我們就來實測 觸控手機 能不能玩 不是觸控手機 觸控手套 玩Pokemon GO 到底 能不能順利的 戳到點 或者是 抓到Pokemon 開始囉 可以耶 真的可以耶 不錯耶 好 接著是最重要的部分了 到底 丟球 方不方便 就隨便抓一隻 六位 找到了 誓實證明這個是有用的 這一次聖誕節 如果你們家 有長輩 是在玩Pokemon GO的 不要懷疑 買觸控手套給他吧 讓他在冷冷的寒風中 抓Pokemon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到你暖暖的 愛心 那這次影片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呢 請你幫我 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 家裡有在玩Pokemon GO的 長輩的朋友 那我是傑克斯 掰掰